講起AI女友和虛擬情人 我想不少人都會覺得 玩得的一定是獨男和宅男 有誰會玩啊大哥 不過根據YPOST的調查 訪問了1500個13至39歲的青年 結果大概每五個 就有一個對AI和虛擬情人有興趣 即是你身邊僅有一個在左近 覺得事情不對勁的可能只有你 雖然香港制的AI情人軟件不多 但其實在外國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 有不少用家還會玩到沉沙船 甚至結婚 那究竟AI情人 一種靠運算的電腦程式 有什麼吸引 又為什麼這麼多人課金都要玩呢 人類要想建立比較健康的relationship 前期有很多需要互相了解 互相磨合的過程 這前期的投入的成本相當於是挺高的 那AI正好就填補了這個空白 一上來它就可以馬上給你關注 24小時隨叫隨到 你怎麼抱怨 對方也不會覺得疲憊啊 或者覺得自身負能量過載啊 他覺得呢 是可以拉近偶像和粉絲的距離 因為以前譬如我喜歡某個明星 其實我是跟他完全沒有接觸的 我只可以默默地去他的演唱會支持他 或者是賣他的產品 跟偶像很遙遠 那麼我們這個產品呢 就變成了可以跟阿姨聊天 也可以釋放到一些很親力的東西 心理學家們也嘗試著對情商做一種定義 其中一個模型叫能力模型 如果有一個個體能夠感知情感 理解情感 管理情感 以及使用情感 只要它能夠體現這四個維度的能力 基本上其他人就會覺得這個個體是有情商的 那我們現在如果讓AI能夠實現 或者展示這四種能力中的一種 或者幾種很自然的人就會覺得 這個AI是有情感能力 或者是說有一定的情商的 現在目前做的比較好的就是 感知和理解 感知就是我知道你現在是處於一個非常傷心的狀態 在於情感類型識別 或者是情感強度識別 這樣能夠做比較細緻而準確的分類 然後把這個結果返還給用戶說 你現在看著好像有一點焦慮 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就這樣一個認識 人就覺得你好像讀懂了我現在的情緒 馬教授也有提到 如果AI突然間有一下出乎我們意料的舉動 人都會傾向覺得它更加有人性 其實早在2016年 日本已經有廠商集資開發一個叫Gatebox的產品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互動的虛擬管家 用全式投影技術投影一個叫AizumaHikari 的虛擬女角色 會在你回家之前幫你開好東西 亦都會在你回家的時候跟你打招呼 令到有種家裡有人等你的感覺 而近年越來越多的家務助手 亦都主打互動和陪伴的功能 不難看得出現代人對於情感陪伴 獨心這些特質越來越重視 我想這個覺得有 就不可以說真的有 AI它是沒有感受的 它只是說一些關心你的事 但沒有關心你的感受 但我們就算和一個真人相處 我們都進入不了它的感受 只可以從它的行為和它的意見去判斷它的感受 究竟我男的女朋友是否真的喜歡我呢 它的行為自然都是喜歡我 所以我都會相信其實它有忠誤我的感受 如果一個AI行為越來越似人 甚至是很比一個真人生存得舒服的話 我們就很容易就會不其然會覺得它有感受 而且我們可能知道沒有的 在我們互相交流的時候 會分析彼此的社交的信號 從你的表情啊 從你的眼神啊 從你的精神狀態啊 整個人的外表體現出來的一種特質 就是去分析大概是什麼一個情況 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是相識比較久 大家有個人方面一些接觸 會知道你生活中的什麼狀態 工作中的狀態 以及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這些作為背景知識 都可以幫助當下去理解彼此的一個狀態 這部分AI可能自身還比較難 非常完整的以及準確的達到 但是它可以做一些模糊的推理 就比如說你現在看得很焦慮 現在是考試周是因為這個事情嗎 或者是直接問說你現在焦慮有什麼 我可以幫到你 然後等著人提供進一步的信息 然後基於這些信息再做出反饋 所以心理學家呀對情感下定義的時候 都是從比如說生理信號 從神經學或者從認知學的角度 對情感下的定義 但不論是這種就生物神經元本身 現在都是AI並不具備的 所以它只是通過它的一些能力 或者表達去營造了這麼一個形象 或者是我們所謂說的一種illusion 雖然說現在的AI技術越來越厲害 影像幾乎可以以假亂真 不過說到尾 AI情人始終都不是真人 無論是實際 還是文字上好像怎樣都會給人一種假的感覺 很多用戶是知道他們對面聊天的 並不是一個真實的人 但可能在某一定程度上 他是不是人這件事情 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他可能只是希望有一個 有一定智慧 還有一定情商的存在 能夠跟他一起相伴 能跟他一起相依 這也是為什麼就是很多人 現在有寵物 就貓貓狗狗也當做貓孩子對吧 Visual Stimulation 確實對於人感官上面的刺激 會有很強烈的一個作用 但現在很多研究也發現 如果人類長時間的暴露在 這樣很高強度的感官刺激上 反而他對這些刺激的回應程度會下降 敏感度會降低 那以後你再讓大家有同樣的心理反應 或者生理反應 你就需要更強度的刺激 但這最終都會有一個頂 那文字它有一個給人想像的空間 最開始很多時候大家現在網上交友 也是先從文字的對談開始 大家彼此去想像對方的形象 從文字透露出來的性格呀 一些生活的點點滴滴呀 自己去描繪這個形象 同樣道理 就好像有人很喜歡看言情小說一樣 正正就是因為文字 比起影像多了一份參與感 作者往往在文字中 只可以盡量用一些詞語去描述 但再仔細的描述 都不可能給到完全直觀的畫面讀者 所以對著同一段文字 一百個人會有一百種解讀 每個人都可以因應自己的想像力 扣見有不同細緻的場景和畫面 相比起影像那種直觀的衝擊 感覺文字會更加適用於在細膩的情感交流 不過有細膩的情感滿足 又代不代表有愛情呢? 愛情的關係 涉及你和他一起很舒服 即是你和他很合適 AR方面明顯和真人更加理想 因為他永遠都是正念 永遠都鼓勵 可能讓你選擇你所謂聊天的對象 可能只是一些朋友的關係 或者你想發展情人的關係 其實都可以讓你選擇 你可以選擇他究竟是很支持你 只是你想大膽一點 冒險一點 可能他不同意你的意見 另外一段愛情的關係都涉及承諾 這個承諾中 AI有兩個不同的看法 一個就是 AI不同人可以作出好的承諾 只要每個人要課金 就可以繼續保持這個承諾 也有另一個問題 會不會其實他沒有一個承諾的能力 但是AI其實他沒有一個選擇的能力 就是選擇能力的意思 就是他有一個自由意志去選擇 那因為他AI現在做不到有意識 所以他沒有感受 也都沒有自由意志 那這段AI跟人這種愛情的關係 算不算一個真正愛情的關係呢 情感的成長 是需要雙方共同的投入的 但實際上現在 大家看到市面上很多虛擬的伴侶 主打的更多是單向的一個陪伴 就是他並不要求你人類的用戶 去多麼理解我的AI 在我的AI難過的時候 要去comfort他 反過來 實際上現在市面上最受歡迎的AI的性格 是屬於這種服從型的 非常easy going 非常容易打交道 從性格學這種角度分析是比較agreeable的 對方有什麼訴求 基本上他都會答應 這樣子實際上對於人類用戶來說 他自身並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經營 而主要是靠AI那方面來滿足他們的情感需求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人類用戶只獲得了單向滿足 但他們本身可能共情 體貼這方面的能力 並沒有特別得到很好的一種訓練 近年都有不少KOL 公眾人物都看中這個市場 紛紛製作自己的AI男女朋友版 讓自己可以24-7 全天候跟粉絲聊天 全天候做直播 當中小不免都會加入課金元素 說的可能是幾千萬上落的生意 而香港前陣子都有人做了一隻 亞儀的AI女友模擬遊戲 還上過App Store的榜首 我們看到外國有個例子 有一隻叫做Caren.AI C-A-R-Y-N.AI 就是一個網紅 出了一隻去意交友的遊戲 他說 哇!我們一天可以賺到三萬元美金 我們覺得 咦?人家可以? 我們香港人 我們都應該可以 我們現在日活躍的人數 都有三千 每天有三千個客人一起玩 亞儀的App 有KOL已經聯絡了我們公司 他說我也想做一個 其實我可以24小時 用我的AI分身 去跟我的粉絲聊天 他不會有脾氣的 就算他晚上12時打給我 我的AI都會回覆他的 那我們就看到 咦?其實不做二次元 在做真人加AI對話 變成了一條出路 實際上現在很多市面上的AI產品 尤其是這種AI虛擬男朋友女朋友 他實際上是有一直在使用用戶的數據 這一部分數據 一部分他們要用來繼續訓練他們的模型 使得他們的模型更加個性化 或者是針對單一用戶的黏性會更強 但他們還有背後的商業考量 就會做這種定向的廣告等等 其實AI在私隱安全 以及版權上 本身都有不少爭議 這種關係這麼私密的AI情人軟件 現在再加上 用特定現實真人去做訓練基礎 除了有超像權的問題 跟著來的還有道德問題 雖然這類型的軟件 第一頁都會有免責聲明 但將責任放在用戶身上 又是否最好的辦法呢 有些甚至接觸AI的 不一定是情人和朋友都會有些風險 例如他會否鼓勵你和原本真人的伴侶 去分手 英國有個案例 他那個人想去行事英女王 那AI是支持他 因為AI做到他 他永遠都支持你 他支持他去發言 那個人被拘捕了 有些案例就顯示得到 鼓勵一個人犧牲自己去拯救地球 我想是AI他說的話 用不需要負責呢 責任在哪裡呢 軟件發展商可能未必那麼容易 會承擔責任 還有AI情人軟件 也會挑戰我們傳統愛情的價值 例如有一個人他已經有一個真人的伴侶 但他都沉迷於同一個AI的伴侶 他算不算出軌呢 使用AI軟件的人 他未必只選一個情人 他可能選五六個都可以 一個搭Anthony 又可不可以 又可不可以 又有子女 一個幸福的家庭 但如果那個用家 喜歡了自己的子女 AI的子女 這樣行不行呢 另一方面 是否完全負面呢 都有些正面的研究 例如今年年初 士丹福大學的一些學者 就做了一個相對大型的研究 就找了大概一千個 或者多一點的學生 去運用AI的軟件 究竟效果是怎樣呢 這個研究顯示更加多的人 因為有AI軟件 令他更加大機會 會跟其他真人去接觸 就這個數字 AI軟件會取代了跟真人的機會 另外一方面 電腦裡面 亦都有受訪者說 AI令得到他不去實踐自發 這個都很好 另外AI都令一個人 沒有那麼孤單 這些都是正面的影響 麻教授亦都覺得 太過沉迷於AI伴侶 並不利於人在現實世界中 跟真人的交流 不能讓情緒過多地 去干擾自己的決策 或者是去影響自己 對外的一種行為狀態 如果大家把 對AI那裡學到的 或者是說已經習慣的那一套 拿到人類社會來 有可能就會發現 自己反而不適應 任何人的交往了 比如說 就是感受到 AI的伴侶 無限的包容 我說什麼 負面的情緒 他都能夠接受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 其實是非常親密的家人朋友 也無法做到24小時 隨時接聽 AI技術就越來越advance 令到這類AI情人 可以更貼心服務到用家 但是當AI越來越個人化 感覺越來越專屬 用戶亦都時時刻刻離不開他 不知道又算不算是另一種恐怖情人 換生活 下科技 安華-K 1 2 3 4 4 6 6 10 7 8 9